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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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串日是客家人的小过年 客家人在天串日这一天 我们会唱山歌 吃甜板 一起感念女娲补天 当时女娲补天的时候 手上拿了五颗石头 所以客家人在天串日的时候 都会做五色的猪笼板 那今年响应金珠年 我们把猪笼板特别改变 它的造型 做成真正小猪模样的猪笼板 希望在金珠年祝大家 猪事顺心 猪事大吉 猪年行大运 我一个人的就是红橘 第二的是艾草 第三个紫色就是杰豆花 再来白色的水板 就是天原本的颜色 黄色就是蓝瓜 蓝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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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金珠 这个口感就做起来 软Q软Q软起来 这样做起来 稍稍一定不会的 会更好吃 其实这样吃 都要吃的感觉 口感就很Q的 108年全国客家日 乐活南洋庆天串的活动 安排了一连串动态 以及静态的表演 包括了玉彩国小的私主表演 以及客家流行天团 爱克勒爱卡勒的表演 而民众还可以在现场 首作环保花布包 透过多元的活动参与 体验客家天串文化 一来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农历正月20号天串日 是客家人的传统小过年 也是特有的休息日 客家人最爱欢唱三歌来庆祝 尽管说随着时代的变迁 民俗传统不像以前这么讲究 但全家人聚在一起唱三歌 庆祝天串日 还是客家人努力维持的传统 农历正月20天串日 是客家人传统的小过年 就如同元宵节一样 而这天客家人 南部耕田女不支部 是休养生息 并且欢唱三歌来庆祝 而依赖县明镇处 客家书科长邓于君 也开金嗓来唱三歌 展现客家人的活力 每年月快乐 天串就爱冲三歌 天串就爱冲三歌 客家人喜欢在天串日这一天 一起起唱三歌 三歌对于客家人来说 是一种情感的传达 有时候男生女生的爱意传递 也会透过三歌来传达 在天串这个浓忙闲暇之余 客家人喜欢一起来欢唱三歌 在桃竹苗地区 甚至在这一天 会举办三歌歌唱大赛 希望大家一起来热闹 庆天串 一起齐唱三歌 另外多次入围 金曲奖的客家流行天团 爱客乐爱靠乐 不仅亲自示范 如何唱客家三歌 同时还结合了民谣 电音以及书型摇滚 透过现场的表演 来展现客家音乐 多元丰富的面貌 让在场的民众 听得如痴如醉 阿妹要请阿妹 不太远 都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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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 要许恬美元差不多 有成功转31 004 001 003 003 001 002 001 003 002 004 002 003 003 002 003 00 3 35 003 007 006 003 00 predicted that 你多些连读还在下 Mitte 中夜明依然远影 その同学 中 distill inclus Malottem 哦 Это也是 客家天串日 今年是在农历的2月24号 是客家人特有的休息日 而过了天串日后就要开始农忙 等于是要收拾心情努力工作 为新的一年继续打拼 以来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今天还有一个重头戏的活动 是围起4天的午节昭昂民主活动 今天来登场 妈祖绕境八大庄一早就展开 随后庙方也在永安宫的妈祖庙前 举办了开幕典礼 祈求妈祖保佑大家诸年一切都平安 元宵节重头戏 午节乡糟昂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今天开始一连4天在立泽老街来展开 在今年开幕典礼当中 特别安排了舞师跟幼儿园的糟昂舞蹈表演 炒热现场气氛 2019年的糟糟昂 我们当时我们的选择 选香港 现在政府必须的糟糕 这个文化的糟糕 带我来到我们的政党来与我们的糟糕 我们的糟糕是金 这个金的均生必须 所以要做这个糟糕 让我们来传统 来传统人民的糟糕 所以这个文化和活动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的政府对这个糟糕 我们也不成为董事 首先 尽量去我们的糟糕的糟糕 我们都不疑力 让我们打招 可以带出我们的糟糕好的文化 透过这种意义的糟糕 把我们每个人的心 每个人的心都能做会 我先判斥重力了 尤其是廟屋文化 是我们台湾参业的一个糟糕的糟糕 我希望我们希望 透过我们很堅持的心 来继续我们的台湾 国际民安 我们每一个廟屋文化 庭会更新 每一个家庭 庭库以外 五节奏今年扩大举办四天 除了现场安排 各种DIY的摊位以外 也有一系列的节目 包括了创意彩阶 街舞歌仔戏 以及百人神教 专教底的活动 而今年更首创了 神将和庆闹元宵 内容是精彩可期 而五节乡长沈德茂 跟立泽检永安宫 就邀请大家 来到立泽老街 一同感受传统糟糟糕 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魅力 欢迎来给大家够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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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们有一个台湾 台湾民俗的政策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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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有这个拐败 有拐败的方 在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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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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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是真相索取 希望把平安幸福帶回家 而廟方更是提供了五天的平安粥 一直到2月19號元宵節當天 讓大家吃平安過好年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下個禮拜就是元宵節了 依照習俗都會吃湯圓 而為了社區的向行力 感受加緊的氣氛 四眼社區今天邀請社區居民 一起來到活動中心來搓湯圓 還能夠互相聯誼 品嘗自己手工湯圓 接著來關心招商的消息 在宜蘭科學園區 第三家製建廠房廠商 日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2月14號正式開工動土 日記公司為中日核枝 為一個整合多項產業技術的 感測器的產業 技術範圍涵蓋有感測器 物理機械等特項的研究 還有材料特性的運用 並且生產設備自動化 預計要在2020年會完工啟用 投資金額有2億元 屆時將會聘請106人 為宜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而且還培養優秀的技術人才 而在宜蘭三鄉的大三丘林宅 是宜蘭縣內境內最具有規模的 傳統三合院的建築物 距今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 除了有居住的功能之外 過去還是防護的堡壘 文化局向中央來爭取經費要進行修護 第一步是將施作古厝保護的鋼架 來減緩風吹雨打的損傷 已經有130多年歷史的圓山鄉大三丘林宅 是縣內最具規模的傳統三合院建築 古厝為燕尾市屋頂 牆身上段為灰磚下端為石塊 主屋仍保留傳統工法 而中庭外牆設有槍眼 具有防禦功能 以前周邊居民開墾時遇到危險 會聚集在此 猶如防護堡壘 而為了保護文化資產 文化局也在2001年 將林宅登陸為歷史建築 這個大山就是林宅 在我們全台灣來看 一個屋頂正面有鞘集 很多 兩邊的這護籠的部分有鞘集 很少見 搞不好就只有這個 我目前為止看到 我知道南部可能還有 可是那麼完整的三合院 這個宜蘭縣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就是 以前這個房子在建的 我們待會兒看到圍牆的部分 跟前面的牌路有槍口 以前原住民也出草 原三家跟這間房子是鎮壓角的 所以說當居民遇到困難的時候 大家都會在這間房子裡 所以說這間房子是尾大 而林宅建物不敵自然毀損 文化局著手進行修復 並向中央爭取600多萬元的經費 第一步是施做骨措保護鋼架 減緩風吹雨打的損傷 謝謝大家 有助歷史 可以讓我們的議員觀的文化 可以說帶動地方的進步 歡迎 這個 古建的這個房子 林家這個 古建的可以 管政府和文化局用心 來修正後面 這個地方 屬於是一個 真有意義的 讓人來參與的地方 今天看到 我們變成這個醫生 要來修學到 這個 充滿到 歷史意義的一個構築 可以讓歷史重現 未來 在這個 所有的 後代的怕孫 的記憶裡面 不會來消失它的空間 保護鋼架在今年4月可以完工 後續整體修復工程 約需6000萬元的經費 目前已經完成設計 順利的話 預計在109年施工 110年底完工 讓林家古宅重申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 從不到 一年一度的保德性青少年 志工精英獎名單已經揭曉了 那樣女中總共有10個人獲獎 而其中莊婉榮同學 更是在4000多人當中脫穎而出 獲得了全國前30名的 傑出志工獎 除了可以獲得1萬元之外 還有機會爭取前兩名的 親散大使獎 是要前往美國來分享 自己的服務歷程 男女中長期鼓勵 學生參與服務學習 曾經獲得教育部服務學習 基憂學校 基憂青少年志工團隊等等獎項 今年更加有10名同學 獲得保德性青少年志工精英獎 在台灣呢 目前最知名的青少年志工的競賽 就是由保德性人獸贊助的 保德性青少年志工精英獎 那今年很高興呢 男女中總共有10位同學獲獎 更難能可貴的是 有一位同學進入評比的前30名 那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想最大的教育的價值 在於透過長期的志工服務 讓孩子學會 付出 奉獻 那在這樣的一個 分享的過程裡面呢 讓我們孩子不是只有讀書 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能力 那這樣一個實踐的能力呢 可以說是多元的 多方面的 對於未來孩子們的成長跟學習 會有很大的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 莊婉容同學 更在4000多人中脫穎而出 獲得全國前30名的傑出之工獎 可以指定保德性捐助1萬元 給他想要幫助的公益團體 我在生緣之家服務的時候 我就感觸特別多 就跟那邊的爺爺奶奶互動的時候 就覺得特別溫暖 然後就很開心很幸福 然後就也想要再去繼續做服務 然後我想用這一萬塊 就是讓爺爺奶奶他們 可以過得更好一點 此外也有同學利用假期 前往寒溪部落 輔導小朋友的課業 並且陪伴部落的長者 我們都是宜蘭人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用 就是我們自己的想法 我們也比較接近 韓妻孩子的想法 就是去讓他們看看說 未來有可能他們的生活不僅局限於部落 而是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樣子 那次我記得我們好像找不到鑰匙 然後也沒有老師可以求救 然後我們就後來發現 那邊客服教室的後門 他的鎖是壞掉的 我們就從後面進去 然後打開客服教室 然後再去附近 把小朋友都叫過來一起寫作業 所以我就覺得 雖然我們就只是去星期六的一個下午 可是可以讓他們找到一個 就是一個夢想 我覺得這讓我覺得很感動 也很有意義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你有看過吹唐嗎 吹唐是一種民間的記憶 而逐漸在失傳當中 不過有文化藝術工作者 致力於吹唐的記憶傳承 吹唐人 廖氏武就是其中一個人 透過街頭的藝術 要展現吹唐的文化 吹唐是一種傳統奇特技藝 可以當興趣 卻無法作為真正職業 因此面臨失傳的危機 但台灣仍有少數的吹唐人 努力站上街頭 展現吹唐的文化資產 我臨時沒有很多年 可是我學了很多人 我應該在差不多 應該資歷有差不多六年左右 已經學了六年 對 學了六年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記憶啊 這個傳統民主吹唐 這個在這個歷史來講 已經有六百公年了 我是剛好在外面做活動的時候 我碰到我們國寶級吹唐大師 翁甄賢老師 因為這樣結緣 是跟他學習這樣 對對對 他教我的 將糖加熱放進模具裡 關鍵是溫度的掌控 糖過軟過硬都無法吹成型 這個最主要是這樣 他是用麥芽糖先去煮的 然後把不要的水分煮掉之後 它會硬化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之前 用木炭加熱 讓糖軟化 然後我們先做一個空心的吸管 然後可以由民眾來吹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體驗的 這個傳統名食有六百多年的歷史 六百多年喔 這個最後是用來吃的嗎 可以吃啊 可以吃可以吃 它是純粹是麥芽糖 對對對 而且它不會像砂糖那麼甜 不吃的話可以拿來當藝術是棒的嗎 可以欣賞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說 你吹好之後 你可以把它拍照下來 讓自己留下這個記憶 這裡有很多阿公阿嬤說 這個小時候有 現在很久都沒有看過 現在怎麼還有 體驗吹糖百元有找 這項傳統記憶 也帶給人快樂與溫馨的回憶 宜蘭新聞記者黃朱翰從報導 東三鄉長期以來欠缺 藝術表演的場地 只能到羅東或是到宜蘭來進行表演 所以在地方的建議 以及文化局的爭取之下 將利用南新社區的二樓環境 規劃適合表演的環境 未來可以帶動藝術演出 還有欣賞的崩棄 為了推動在地藝術音樂的發展 鄉長議員代表跟文化局實力勘察 希望爭取經費 在南新社區上方 規劃完善的演繹跟展示空間 避免邀到羅東或是宜蘭來演出或欣賞 聽聽都要去羅東或宜蘭演繹廳 尤其我們很多國中校也好 社區也好 在表演的時候 有時候要洗腦服用 來去跟宜蘭或是羅東 我覺得這對我們宜蘭是非常不公平的 議案管來 第三大鄉人 所以目前我們當初 現在有很多 很好藝術的活動 都一直在我們提電 但是現在我們在我們 董事館的旁邊 有這麼好的政策 可以來建立這個 我們演藝廳 這是我們目前最初級的 可以來 不管是我們靜態也好 或是我們藝術 或是發展我們文化 一個很好的設備 對此文化局表示 對演藝廳的設置 只要地方有共識 縣府跟公所需要爭取建設經費 中央則會補助內部設備 早日完成演藝廳的建構 需求性跟必要性 如果確定的話 那相關當然地方 那個如何自愁 這個部分 那另外中央的計畫 原則上它補助新建的工程 不過 就後部內裝 內裝或是未來我們舞台上 需要哪些設備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可以 就某部分 我們來請求中央來協助 要減輕一下地方的負擔 大概就是策略上 我們會跟地方 大家共同 來寧靜一個 推動的 包括旗程 包括 後續等的經費來源 怎麼處理 依照目前的空間條件 地方希望演藝廳規劃 要能容納250到300人 經費預估3000萬 由縣府跟東山公所 平均分攤 宜蘭新聞記者 張麗玲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來關心天氣 明天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部還有東北部天氣都較涼 其他地區是早晚較涼 台灣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以及馬祖地區 都有局部短暫雨 其他地區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接著來關心的是 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宜蘭地區是多雲十雲短暫雨的天氣情況 將雨機是百分之四十 氣溫是十七度到二十度之間 接著來關心股業氣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藍夏如 感謝你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順心 假期愉快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囉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